好 不好意思 我先講了一些英文 OK Oh yeah 太棒了 太棒了 來來來 我們先拿一個非常棒的HITO製作人獎 來拍一下 是的 來 我們先往前站一點點 好 我們先往右手邊看 真的 OK嗎 好 從右手邊 右上方對不對 好 然後慢慢從右手邊移到了中間 中間 中間 沒有問題 中間往左手邊 左手邊 左手邊有人知道拍照 好的 非常美的製作人 中間 中間 中間在補拍 好 右手邊是不是 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沒問題 右上方 還有右下方 中間要再補拍 中間 中間 正中間 正中間 好 左手邊都有拍到嗎 好 謝謝我們的朋友 謝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來幫我們TENGA拿一下講 哇 獲得了PINDO製作人 哇 很開心 超開心 超開心 所以你有一些那個 心得想要想跟我們的 對 媒體朋友分享 心得啊 其實我覺得 每次站在台上就是拿場 就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那就覺得 自己在音樂上 從一個 就是一歌手然後 從 欸應該是說在POP唱歌 然後 不會寫歌到自己去 就因為要證明給別人我會寫歌 我就去寫歌 然後去寫歌 然後去寫歌 然後就去學吉他 然後就開始唱歌 唱歌突然間 然後有一天就 有公司的人說 那你乾脆自己去製作 那時候我也不會製作 那就因為死在的面子 所以就是在那種感覺在 烏騎馬黑裡一直摸摸摸 摸到一個純粹 所以我覺得那整個過程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 有時候也會 感謝自己的那種厚臉皮 就是 有這麼不假說嗎 對 有一種就是 永不妥協有沒有 就是不想丟 不想在別人面前丟臉 所以我不管在背後做什麼事情 就 謝斯底里那些東西 都不會讓大家看到 只要我把工作做好就好 是 其實我測驗看來啊 我看到那個 我們Tanga的眼睛齁 有小販那個淚光 而且我感覺出 你剛剛在講那個得獎一幕 就是那個獲獎的感受 其實你還是很像一個新人的心態 我的意思是說 每次拿到一個獎 都是很感恩的心 很感受過的 我很感恩 對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我為什麼會做音樂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我喜歡唱 我喜歡寫歌 我喜歡 我一開始喜歡 我喜歡控制很多事情 對 但我覺得就是 可以把一首歌 就是從空氣中 從零開始做到 有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整個過程 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對 我聽到Tanga 其實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覺得Tanga 創作寫歌 就是寫歌 創作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一直以為Tanga就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 天真的創作歌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聽到它這樣一個故事 以後覺得說 其實還是對音樂的執著 執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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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錯啊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執著 所以我們才沒有聽到 兩張專輯 這個創作的能量 是遠遠不絕的 我覺得有時候是 我一直覺得 做一張專輯 就寫歌 都是一種奇蹟 好像突然間 就是天空 宇宙調來一個東西 然後讓我去寫歌 有時候會醒過來的時候 會害怕 如果我今天寫不出歌 那怎麼辦 那這個我們比較緊張吧 我們才會害怕 天啊 我才是緊張 我非常緊張 我每天都過著一個 非常緊張的生活 真的 對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創作 是源源不絕的 所以才會有兩張專輯 而且不只是自己的專輯 其他人的歌也都會看到 我以後是Tanga寫的 你就會覺得 特別想要拿來先聽一下 對 我們底下好像對我這樣有一點衝動 謝謝大家 就是對我的創作的這個 助益 所以這個Tanga製作人 實至名歸 當然要頒給我們Tanga菜單 真的 謝謝 謝謝 再一次恭喜Tanga 謝謝 那我們先到後台進行休息一下 待會兒呢 我們即將還會有另外一組歌手 會來到現場 我們的李家瑋 是的 那我們先把這個時間 在團回我們的前台的現場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的歌手 按紀錄 我們是的 谢谢大家